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人鱼之森系列的梦的终结片 吃了人鱼兽获得永生的永泰和真鱼两人 一直行走在旅行的道路上 真鱼则给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这天他在追一只蝴蝶时不慎跌落悬崖 永泰为了救他也跟着跳了下去 不出意外的话,两人肯定又摔死了 不过在他们掉下去没多久 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大眼怪从此地路过 他看到真鱼似乎动了一下 抬手就把永泰扔到了一边 然后将真鱼带回了山洞里 果然美女就是吃香呀 而永泰呢,则被一位好心老伯给捡了回去 还请了法师打算超度他 但这时候永泰又一次死而复生了 这一幕吓坏了众人 于是永泰便把自己吃过人鱼肉的故事告诉给了老伯 并询问起真鱼的下落 老伯却说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有的话也可能被杀里的怪物吃掉了 自己的一只眼睛就是被那只大眼怪给打瞎的 永泰一听越发担心起真鱼的安危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只能等明天了 与此同时的山洞里 真鱼也苏醒了过来 看着恐怖的大眼怪 他内心十分害怕 不停地拿石头攻击他 就在这时 大眼怪开口说话了 他表示自己并无恶意 让真鱼不要担心 真鱼也是心大 听到大眼怪这么说 竟然真的放松了警惕 直接睡了过去 第二天真鱼在河里洗澡 大眼怪不仅感叹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 看得出大眼怪是喜欢真鱼的 他为真鱼做了烤肉 但吃完后的真鱼却想着去找永泰 大眼怪一听这话 立马跪下来哀求真鱼再陪他一段时间 看着可怜的大眼怪 真鱼愚心不忍 只能暂时留了下来 还帮他洗起了脏衣服 大眼怪觉得很感动 便和真鱼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 他原本只是个普通的渔民 直到有一天 在海边捡起一只人鱼尸体 听说人鱼肉可以让人长生 就偷偷带回家吃掉了 接着身体就一阵剧痛 便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家人和村民们死了一大片 而自己则变成了怪物 从此只能一个人躲在深山里 直到真鱼的出现 才打破了他孤独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个伴 可就在这时老伯带着永泰赶了过来 老伯二话不说 直接朝大眼怪开起了枪 大眼怪担心伤到真鱼 主动替他挡下子弹 然后拽他就逃回了洞里 同时还打碎沙石 躲住了洞口 远来的永泰就这样 被大石头压住了身体 真鱼看到永泰受伤 拼命的反抗 但大眼怪却执意要将他带着离开 不过最后还是 记不住真鱼的苦苦哀求 决定放他回去找永泰 真鱼看着大眼怪有些愚心不忍 便告诉大眼怪 自己和永泰也吃过人云热 提议让他跟永泰和自己一起生活 就在这时 老伯从另一个出口赶了过来 告诉真鱼绝不能放过这个怪物 还让真鱼看到了山洞里遍布的尸骨残骸 大眼怪看着这些尸骨也是悲伤不已 原来他经常会突然失去意识 等到清醒过来 就已经做成大错 老伯趁大眼怪没有防备便开了枪 大眼怪瞬间失去理智 疯狂地朝动脉跑去 为了不让他伤害更多的人 永泰用老伯给他的炸药 炸掉了大眼怪的一只胳膊 几人合力之下 终于杀死了大眼怪 在临死之际 大眼怪恢复意识 死在了真鱼的怀里 其实对他来说 死亡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一开始变成半人鱼 杀死亲人和村民时 大眼怪就很愧疚和痛苦 但他依然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兽性 每次失去意识 就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 所以说 与其像个怪物一样的活着 不如痛梦快快地死去 结束掉这噩梦般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3 5 5 6 7 6 6 7 中文字幕——YK